亲爱的家伙朋友大家好,我是轩哥 今天呢,你可得着了啊 平时大家伙都爱吃羊蟹的 今天轩哥买的啥呀,看点了 今天咱们买了两个羊脯 这羊脯肉很多呀 是的 这羊蟹一个价 你知道吗 都是二十元一斤 这羊脯还是比较实惠的 那可挺合适的 你家里边有这么卖的,你就买这种羊脯 经济实惠,肉比羊蟹多多了 是不是,对 咱们羊蟹买回来之后啊,先给它改下刀 如果家里面没有砍刀就修一下 直接一样摊煮帮咱们剁下这 剁成块 羊蟹骨都剁好了 如果不着急湿的方便呢,在清水里面浸泡两个小时 把它血水液都泡出去 着急就没招了,着急咱们直接冷水下锅 冷水下锅 这放在这个高度外有去腥 趁羊蟹炒水下锅中咱们准备点这个辅料 辅料车我准备了一根这个茶的白萝卜 一根胡萝卜 给它切成大块 大点块切着 羊肉里无论是清炖 或者是做麻辣口味的 香辣口味的 这个胡萝卜跟萝卜 绝对是最佳牌的 确实是 羊肉跟萝卜 不仅它能去掉羊肉本身的腥脆味 萝卜也好吃 它入味 随着水温的逐渐升高 水烧沸了 羊肉里边这个血味都逼出来了 咱们把这个沫肉都打上去不要 羊肉骨下锅水烧沸了 咱们煮个五六分钟 然后咱们捞出来 烫完羊肉骨的水 就是这个水咱们把这个萝卜 和菠萝卜也焯烫一下 去掉萝卜这种辣臭味 好的 萝卜下锅水烧沸一下 煮个一分钟我就行 咱们捞出控水 简单焯烫一下 对就浅烫一下 浅烫 对 显烫 料头咱们准备啥呀 生姜 大葱 洋葱 大蒜 再准备点青麻椒 干辣椒 小葷香 还有白芷 再咱们一有块儿 红油麻辣底料 给它切成薄片 把锅里边油烧热 咱们先把这个切料放过里边 把这料头先炒香了 看见了吗 把这个葱姜蒜 洋葱 都炒焦管上的 这块儿香味老浓了 确实是 然后咱们把啥呀 把这个青麻油粒 葱姜蒜 干辣椒 小葱姜 还有白芷 炒出麻辣味 炒出这个香料的这个料香味 下锅里 下锅炒到十秒钟 咱们就把这个 红油锅底料放锅里边 把它这红油炒出来 把底料都炒至融化了 小红油出锅了 最后咱们放入这个羊骨骨 二碗水的这个羊骨骨 把羊骨骨先煸炒一下 让它化入味 然后咱们加入一勺料酒 再放一勺海鲜酱油 鸡鲜 好 这个时候咱们加入筷水 调味咱们放入精盐 鸡精白糖胡椒粉 保持大火咱们炖煮两开分钟 把汤味先炖浓炖香了 然后调成小火 咱们准备得炖煮一个半小时 到两小时 炖乱乎 要不然你这骨子不好啃 确实 给它炖啥程度 就是要脱骨的状态 如果家里面有高烧锅 那就快了 放在高烧锅里边上汽之后 压个二十十分钟就行 这盐巴骨吃个保持小火 炖了一个半小时 现在这盐巴骨完全成熟了 而且非常非常烂 这种人拿的呀 咱把锅里面这个料渣 都打出去不要了 什么葱姜蒜 辣椒麻椒小葵香 都打出去不要 料头都不要了 主要是料头有点太多了 我们在锅里面上磨去 因为它这个香味已经都挥发出来了 把锅里面料渣都打干净了 咱们再把萝卜和胡萝卜放锅里边 咱们再炖煮十分钟 把萝卜炖熟 给它炖出味了 时间到了 炖十分钟了 咱们出锅装盆 咱们把萝卜和胡萝卜放在锅底 放下边 好看在这搁鸣面上是不 没毛病啊 让人一看上面都露 对呀一盆肉啊 师父也 哎呦 太香了 真有食欲啊 讲话满满一大盆肉啊 全都有 上面再炒点香菜 麻辣羊盆锅做好了 咱们再搂一块 它有食欲了 是吧 咱们尝尝口味是哪样啊 一咬脱骨啊 口味 咸咸麻辣 腰肉特别嫩的啊 老腊虎了啊 非常腊虎 看这萝卜 嗯 颜色非常漂亮啊 嗯 哎呀这萝卜熬个肉味啊 哎呦 就面面糊糊糊的啊 特别肉味 哎呦 真过瘾呢 以后朋友们呢 就别买羊鲫鲫鲫的 就买这种羊鲫骨 多食欲 这会多啊 赶紧回家住去吧 小味绝对没毛病啊 咸鲜麻辣 绝对到位啊 那么好 视频到这儿结束了 如果今天这道菜 能对您有帮助 别忘了帮助 和转发点赞 下关注 在这里边 先感谢家人们支持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